一加冕一世只剩兩個月 英王查爾斯三世利用時間憑外交 這也是查爾斯三世以國王身份首次國事訪問 被視為英國脫歐後和歐洲再搭橋樑的機會 但外界更想知道國王是否還能與小兒子夫婦修復關係 據傳哈利梅根已經被逐出在英國的住所 弗洛格摩爾別墅 弗洛格摩爾別墅是2018年已故女王 送給哈利梅根的新婚禮物 如今別墅要拿來給叔叔安德魯王子住 讓王氏成員間似乎有多一道疙瘩 哈利夫婦是否拒絕去加冕禮 備受關注 而王氏專家說就算去了 兩人也不會獲准公開露面 控遭冷落 但無論如何加冕一事不容閃失 準備工作已經馬不停蹄 加冕用的腎油不僅已在耶路撒冷加持過 還用國王的祖母愛麗絲公主墓上重的橄欖之座 意義非凡 另外歷代君主做過 有700年歷史的加冕寶座 現在正讓專家重新鍍金 將為當天典禮增添光彩 TVBS新聞綜合報導